信報社評就是一個其實真的很吸引眼球 是真的點出香港當前的問題所在 就是香港再也負擔不起大敗像工程 我剛才是選讀其中內容就怎麼看到 郵輪碼頭一個 西九一個 另外它的內文都會說到一個叫做新田科技成 不過那些背景可能我們都未必是掌握到了 你單看近期鬧得熱烘烘的郵輪碼頭 以至今日都成為報紙頭條新聞的 西九財政的財困問題 其實都是似乎很多問題是重出一次 即是你開始規劃的時候是沒有一個全面的規劃 讓它能夠長期去發展 香港為什麼我整個地產商有時聰明就聰明 以地養地 有肚子有財 你給土地 我就盡量發揮土地的價值 有些是要補貼的 有些是賺錢的 賺錢的 賺錢的地方是補貼了那些衰補貼的地方 而且不會頭痛一頭腳 搞定今天的事是不想明天的 不會這樣的 整套規劃 你看一下 剛才老中也提到很好的 就是西九你看看當年 每個發展商的荒浪 是一個很完整方案 其實以前發展契德 我跟我的朋友談 他有份去規劃 不怕說他是有份總體去規劃 他說當初很完整 後來被人砍件 做著這個先做著那個先 那你就死了 你不是整套這樣去做 現在未來的大八丈工程 剛才老總你說的新科技城 新科技城是整個北部都匯區裡的一個重心 因為北創科藍什麼 有這樣的 這個科技城 錢未知多少 還有一個大八丈 就是交易州人工島 剛剛我找回立法會的文件 令康哥說 只是填海都5800億 只是填海 還未計上那些是怎樣 然後陳某波說 不用擔心 交易州人工島 一路賣地 成本收益可以支持島上的發展 詳實 你紮句馬上說一句 你先計算一下 即是說 現在回頭看 其實相差的日子不太遠 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前後 大家現在看清楚 你將來買的地值不值錢 是因為房子都跌了 你買的地不值錢 不值錢 你不夠錢 你怎樣填下去 那些填海用的錢上 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 內地的房地產 其實正在爆 不過還未爆出來 一個月之後 你看見 恆大終於在美國宣布破產保護 然後未來一段日子 我相信內地也要有秩序 那些東西你蓋不到 你怎麼蓋得到 你整體經濟的逆轉 香港都未試過這麼差 唐唐昨天也想我當年做常事長 幾威水 五百億的財職 我弄一弄他 有千億的營養 這樣有點不公道 此時給此事 此時給此事 這個時候 其實真的要看餐吃飯 香港真的摸大白象 小白象都養不起 這是這樣的環境 所以你絕對不可以再洗腳 就不抹腳 但是有些錢 應洗得洗 而有些計劃 是不是要重新考慮 這就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其實在商界 我接觸商界 他們真的已經開始 一些東西要醞釀 已經多了 在問一個問題 不敢質疑 因為現在不能質疑 開始問 還需不需要填海 還需不需要搞這麼大規模的東西 從現實的經濟和香港未來的發展前景來講 這些大項目 其實要重新規劃 或者起碼二選其一 你看整個市況的逆轉 但如果你一定說 這個是好像香港被規劃 我們不做不行 有時是不是都要和爺爺講講 香港現在的情況 爺爺當然他都不要再添煩添亂 但很多事情當日去想的時候 跟今天那個 香港未試過逆轉得這麼快 跌得這麼快 你何時想過香港面對這個 唐唐昨天說 才赤十幾年來都沒有這兩個字 不懂得寫 我們忘記了字怎麼寫 現在你要每天學習怎麼寫 他又說風涼說話 每天怎麼寫 其實我覺得有點可惜 昨天看到西舊 西舊我覺得已經拖慢了 可能因為錢的問題 怎樣呢 你看到通向西舊的路 已經很多年了 你沒有一條乾淨 或者沒有工程的路在那裡 你就知道多煩 如果你是一個完整的配套 你現在呢 現在也是一個問題的 他提議 譬如說消息傳出來就說 喂 住宅可以賣 地不賣 只是住宅可以賣 你將這件事是複雜了 是將整個西舊的東西 如果你整體配套 整體已經一盤股初開 我已經告訴別人 我這個廚宅是賣的 怎樣怎樣 人家有個想法 做生意也有個想法 現在不只是你 你又要哄別人進來做 我附近那些 喂我已經發展了 你現在你買 我在周邊那些怎樣 當年很多的報告上去 其實整個西九的區域很完善 當然是有些博物館等等 是主力文化 文化它是很全面的 很特別那裡是有酒店的 有很多的娛樂設施 其中有一個方案 其中的財團方案 簡直發展在海上 整個西九換言一聲 會成為香港一個重點的文化娛樂區 你跟著現在看啟他發展區 現在很多事情好像都不知道怎樣走 一個郵輪碼頭 你照著這麼多人去開會 到最後決定就加兩條巴士線 50元這個石油喜券 我完全同意 是碼頭的營運商 是最大的責任方 因為這個營運商 不是用這個營運發展交還的模式 是政府給錢去成立這個營運 雖然其中一個股東是例聲有論 整個責任真的 首先就是碼頭的營運商 你看看 現在搞一個市集 這個市集都不是碼頭營運商搞的 是裡面一個協會 因為它看中 它裡面是無處的建築 面積是5000平方尺 整個設計是很好 很正 還有告訴大家 這個碼頭現在有兩個拍位 我老友告訴你 是預了第三個拍位 不過現在人們這樣運作 都不配套 這個自己做 那個自己做 那就糟了 中間還賣樓 那些調戲又不順 你建這個簡約公屋 我原本賣這裡幾萬元一呎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所謂規劃配套 是呼吸每一個持份者的環節 大家都有利可圖 才可以拼入一種化學作用 當初是有單軌集體運輸系統 突然間換了天子 沒有了 一直堅持說要的公聯會 又不出聲 沒有了也不出聲 當然他們記得當年 這個郵輪碼頭的概念 不是做郵輪碼頭 叫郵輪中心 兩個的概念 郵輪碼頭 整個碼頭在這裡 郵輪中心 三個拍位 每個禮拜 不是不要海運 只不過海運的食水 沒有那麼深 大船拍不到 那些便分流做小船 其實都不是小的 香港 你看 現在看到 說什麼中心 都死了 我是不是避開這件事 做什麼說什麼說 什麼中心什麼中心 都死了 我們現在不是中心 我們越來越邊緣了 英國的報紙形容 香港以前是國際金融中心 現在人家寫法都改名 中國金融中心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要面對現實 不要活在昔日的繁榮美夢 也不要過分憧憬未來什麼發展 記住 面對現實 將其中一個名詞抹去 紐倫港 關香港什麼事 紐倫港是紐約倫敦 要務實一點去看紐約販 現在怎樣來到 所以逢是大白象好 假大空的東西 問題就是現在問題 香港太多假大空的假象 每個人都說到天花龍鳳 一做一有事 每個人都肅沙 你看見現在 誰會出來看香港 處理香港的問題 還有很多經濟環質 難道你找李家超出來說 李家超很忙 還有很多事要搞 他以私政報告 最好笑的是 私政報告的人說 應酬一下他 你去講那些是應酬一下他 他又要做這個事情 於是花了時間 唯一說真話 就是那些人說什麼 顧及自己的利益 透過私政報告 顧及自己的團體利益 於是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 是的 然後私政報告完之後 政府的焦點在區議會選舉 我覺得都是留於一場遊戲 一場夢 那大家分一下餅仔 以前分不到的就留些給他 那麽就鞏固了地區的管治 那麽 那麽對整體香港社會 那種的離心力有什麽幫助呢 選舉其實很特別 就真令到社會的向心力強了 如果真正的一場選舉 你看看三層議會架構是很完整的 地區是令到不是培育政治人才那麽簡單 不要經常以為這是政治 發掘到一些搗彈的政治人 而是令到有一批人真的很樂力 因為要選 去爭取選票 爭取居民 每一個社區的人 在那裏有一個小戰場的話 他會很樂力為這個社區做事 為這個社區工作 那些社區才可以建設 你看看有些老區議員 為什麽受到街坊歡迎 他們真是做事的 你不做事真是下次不選你 那這個社區的發展 現在不是了 關外隊 但好像唯威唯那樣 你現在在泰國 愛項領導愛項 那些對香港不是很熟悉的人 去主管香港命運 那些未必最適當的管理執行人員 又為他們遙跡 你香港有什麽辦法 你看過江河下舍 每方月下 是的 區議會是這樣的 去到中間那層立法會議會 我不是說選你 而是你收了議員的新樽 你做一個議員應該做一個工作 開會表決 市民都鄙視你這班議員 那你怎樣去建設香港 你看見現在香港的環境